财经专家谢金河今天上午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现在是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新时代 他举例像是科技巨头亚马逊市值4759亿美元 等于比例时的GDP 苹果公司市值8000亿 仅追在全球第16大经济体印尼之后 Google市值6870亿美元 甚至跟瑞士差不多 微软市值5400亿 与2017年台湾GDP相当 还有南韩三星 规模也等于一个达卖 他表示全球央行的热钱聚焦在科技类股 造成这些科技巨部进入富可敌国的时代